前台北市副市長李永平 前台北市議員鍾佩君 好 觀眾朋友 我們的選戰 我們的選舉已經落幕了 當然幾家歡樂幾家愁 不過美國當然分分秒秒 都在看我們的選舉結果 美國總統拜登 在美國被記者問到了這一題 他說賴清德 558萬票當選總統 這是我們的結果 那他被美國記者讀訪的時候 其實問題非常簡短 只是問他說 你怎麼看台灣的大選結果 來看看拜登是怎麼回應的 日本独白新聞頭版則指出 台灣是重要的夥伴 上場外相祝福賴清德勝利 在日本政府內憂心 中國與台灣關係緊張升高 拜登有備而來這話說給北京聽更是要讓總統當選人賴清德清楚 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的立場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聲明 祝賀賴清德勝選也恭賀台灣人民再次展現民主 不過內文自然提到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 三個聯合公報以及六項保證的一中政策 而曾任中美代表賴清 14日一早發文說作為未來的副總統 他致力於與賴清的合作 確保我國的持續和平與繁榮 好 您剛剛看到美國總統拜登在被記者問到說 你對台灣選舉有什麼樣的回應 他非常簡短的回應一句 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 很怪 因為記者其實只問說你對台灣選舉的結果 有什麼看法 他直接回答說我們不支持獨立 很怪 很直接也很怪 我們看到俄羅斯 各國當然都對台灣的選舉結果 有一些回應跟批評 或者是一些恭賀 俄羅斯的外交部發言人說 台灣問題屬於中國內政 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 那俄羅斯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那拜登剛剛的這個回應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學者也有這樣的結論 說美國是賴清德最大的挑戰 也的的確確 13日那一天當賴清德勝選 在國際記者會上 你看他的臉上 沒有喜悅 沒有喜悅 我覺得拜登的回應 反映的就是他腦子裡頭 所營繞的答案是什麼 因為其實記者並沒有問他說 有關於賴清德 會不會走向台灣獨立 等等之類的看法 他是一個很空泛的 一個簡單的 你對於台灣選舉有什麼感想 理論上來講 其實正常的回應應該都是 祝賀台灣人民 用民主的方式 然後選出自己的總統 這樣講 這是一個最合理的一個回應 因為問題跟回答其實是都上的 可是當記者一問台灣 而拜登立刻回應說 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時候 表示說對他而言 此時此刻的台灣問題只有一件事情 如何阻止台灣因為在台獨這條路上面 不管是象徵性的 或者是法理上的 往前推進台灣獨立 可能導致台海之間的風險 而捲入了 使得他被捲入 而使得他的選舉會受到影響 這個是拜登此時銀繞在耳邊 所以當美國在選前選後 他都有一些不暈藏的一些舉動 比如說在選前一天 特別在白宮舉行一個背景簡報會 這個背景簡報會 你要注意就是說 他雖然沒有據名的官員 可是現場所有的媒體記者 都看得到那個官員 所以他也並不是一個 不願意公開說話的人 而是只是說他礙於說 官方不宜在這種事情上面 表態太深 所以不願意據名 可是他不據名的方式 各個報紙其實內容都是一樣的 裡面其實有一些 可能是政策上面 會不會出現微調的部分 我們也要觀察 因為我們注意到從川普 然後一直到拜登 這幾年的反中議題之下 台灣作為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其實美國某種程度 在暗阻一中一台 就嘴巴說一個中國 然後不支持台灣獨立 但是你看到有很多人在推動 比如說代表出要不要更名 要不要承認中華民國 或承認台灣等等的 其實暗阻一中一台的方向是明確的 可是在背景說明會當中 卻要求台灣未來的最終解決方案 是必須兩岸人民都能夠接受的形勢 而且只要是以和平的方式 那麼美國支持任何形勢的結果 所以這一個論述雖然並不是 突然就並不是單一所見到 可是已經是過去這幾年 不再出現的這樣子的文字了 所以是不是意味著 反而在這個時間點 美國 然後你看到美國在第一時間 就派了這個特使代表團來 這個時間的緊湊度 其實你去算飛行的時間 因為你從美東要飛到台灣來 好歹也要15 6個小時的時間 你從台灣選舉結果出來 禮拜六晚間選舉結果出來 然後不到24小時 美國的代表團就來了 就落地了 你就想這中間他們扣除掉 討論 然後確定一些方案的時間點 然後到他們到達台灣 他幾乎就是馬不停停 那目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當然就很清楚 就是說他們希望能夠 由華府來控管台灣 不要躁進 而北京反而在這個時間點 雖然王毅說了一些比較重的話 可是國台辦的話就很輕 就是說安心得當選不代表 台灣的主流民意 他清清淡淡的話當中 我認為他們在政治上面 還在觀察美國可以控管 賴清德到什麼樣的程度 好 中國大陸的外交部部長王毅說了什麼 我們來聽聽看 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 過去不是 今後更不是 台獨從來不可能成事 過去不能 今後更絕不可能 台灣島內誰想搞台獨 就是分裂中國的國土 必將遭到歷史和法律的嚴懲 請趙志偉 我想今天不管是誰當選 中國共產黨他的立場 絕對都是一模一樣 他不會變 我想台獨已經不是一個議題了 因為我們不管是從蔡總統 到賴清德準當選人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憲政體制 以及維持現狀 這都是不變的 至於其實我們看到一些 在野黨的朋友 我必須再一次說 我們這一次的主題 賴清德選舉主題叫Team Tide One 不分藍綠 其實我們面對的威脅 挑戰 機會 都是一模一樣的 剛剛講到美國的朋友 其實大家知不知道 這一次的選舉 其實來到台灣 有超過200多個組織 國際媒體更是驚人 快要比本國媒體的人 攝影機 記者還要更多 美國的朋友 其實這一次來到台灣 這早就已經安排好了 打從我們2000年開始 一路到現在 每一次的地方選舉 乃至於中央立委大選 都會有人過來 至於剛剛講到 台獨不台獨 我還是再重申一次 我們已經沒有這一個問題了 因為我們中華民國 本來就是有軍隊 有主權 有總統 我們還有最高票的立委在這邊 我們自己都民選 一票一票選出來 中國它這是自視性的回憶 自視性的回憶 至於拜登的邏輯 其實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過去到現在都沒有變過 你不覺得他回答很突兀嗎 我也不覺得那是突兀 某種程度其實我內心當中 我誠實的回憶 其實也是擔心說 老共這邊會不會亂搞 至少讓大家都安定下來 這個是既定的回憶 不要說有意外 我想民進黨過去 執政將近8年的時間 台灣還是和平的 經濟 我們還是很努力的 這些都是不變的 是安定的 是 來 請教永婷姐 我今天在選後的 今天第二天 第三天 聽到何志偉前任 民進黨立法委員 講這番話 現任 你那個 我是外交國防的招委 那馬上要卸任也對啦 對 卸任 對 好 聽到何委員這樣講 我真的覺得說是不是吃了 選後就吃了誠實豆沙包 什麼話都可以講 我欣賞你剛才講的話 說不管誰當選 對岸的立場不會改變 我欣賞你講這個話 因為這個是事實 可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民進黨何苦過去幾個月 長期性的轟炸潑張稅 網軍1450 這樣不斷的抹紅在野黨 這個抹紅在野黨 八成抹紅國民黨 然後二成去抹可批 就是這樣 你幹嘛這樣子打呢 既然連您都很坦誠的 你剛才不講嗎 誠實的來說 誠實的來說 大陸不管誰當選 立場都是一樣 他的立場也不會改變 對於國民黨整天把它抹紅 到最後柯P也要來參一角 也要來抹紅國民黨 要來抹紅侯友宜 我覺得就很沒意思 因為大家在同樣的一個處境 我們共同生活在中華民國 我們必須共同面臨這個問題 我覺得拜登這次的反應 之所以讓外界覺得非常不尋常 不是他立場改變 美國一中原則 他並沒有說他要改 而是說他聽到了 賴清德當選的第一反應 竟然是說 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 那表示什麼呢 表示美國跟中國 現在頻繁的在接觸 談討論的時候 美方等於已經全盤接受 陸方對於賴清德的定性 所謂賴清德的定性 就是認為賴清德 是一個務實的台獨分子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過去是 中國大陸方面一直講的 他們甚至講說 賴清德跟蕭美琴的組合 叫做獨上加獨對不對 可是他們對賴清德 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辦法諒解 一直講他是台獨 賴清德不管講了多少次 講我要維持現狀 走蔡英文路線 對方都沒有動搖 好 中國大陸持這個看法 你是中國大陸 可是現在 美方為了向中國大陸表達說 我會好好控管台灣的時刻 他竟然完全採取 中國大陸的 對賴清德的定性 那表示什麼 表示說蕭美琴 也沒有盡到責任 也沒有改變美方 對賴清德的信任 另外一方面 我覺得賴清德自己要很負責任 因為蕭美琴 雖然過去大家認為他很毒 可是他在這次副總統證件會上面 辯論會上面 他稱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憲法什麼 他毫無障礙 可是一直有障礙的 一直有問題的 一直講話像跳針的 就是賴清德 連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都講出來 這件事情又印證了 美中現在對賴清德的定性好 那接下來美國當然覺得壓力很大 工作也很沉重 好 我們進一下廣告 好 觀眾朋友 我們的大選才剛剛落幕 勇邦在南太平洋的島國諾盧 就宣布跟我們斷交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來看看 我們的外交部次長田忠光 他剛剛有回應 中華民國外交部鄭重聲明 我國政府 霍系我太平洋友邦諾魯共和國政府 將以聯合國的2758號決議 以及一中原則等理由 與中華民國斷交 為維護國家的主權以及尊嚴 我國決定自即日起 中止與諾魯共和國的外交關係 全面停止雙邊合作的計畫 撤離大使館 以及技術團等相關人員 並要求諾魯 關閉其駐台大使館 好諾魯其實也是剛剛才換了新政府 去年10月份的時候 他的前一任總統舊的總統 還來我們台灣訪問 還來參加我們的國慶 是這裡 我們看到那個時候 諾魯的總統叫做昆洛斯 還接見 我們蔡英文總統還接見了他 沒有想到言由在耳 那個時候他說 台灣跟諾魯的夥伴關係 還有雙邊合作奠定多年來如何的緊密 如何的互惠 以及共享價值 這些話都還在空中萦繞 現在立刻說好的要堅定支持台灣 現在他已經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了 對我們來說的確很難接受 你可以看到諾魯政府的最新聲明曝光了 他尋求跟中國恢復全面的外交關係 這是我幫交國再丟掉一個 現在只剩下12個 也是蔡政府任內斷交的第10國 來 委員 八年內斷交第10國 我們真的不希望在520之前 還有沒有可能有第11 第12 我不是唱衰 但我必須鄭重的要求民進黨政府 現在應該要正視這樣的一個問題 因為看起來這個 1月13號才剛選舉完畢 馬上現在1月15號 第一個上班日就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這絕對不是 不管藍營綠營都沒有人樂見 可是我們要求的是 到底外交部有沒有確實 掌握這樣的一個消息 因為如果說外交部要掌握的話 你事先有沒有盡一切的可能 甚至有沒有讓我們國內的 一個狀況能夠知道 再者 八年裡面剩12個邦交國 那接下來呢 我想不管是蔡英文總統 不管是即將要上任的賴清德總統 不要再躲在外交部後面了 我想外交國防兩岸是總統的職務 總統是不是應該要出來講話了 尤其過去700多天 沒有面對媒體的蔡英文總統 難道不用 針對這樣的一個外交的事件 好好的向國人來個說明清楚嗎 我們未來的方向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燙手山域 但是不能像過去一樣不再面對了 我們也希望 現在即將要上任的賴清德總統 不要再像過去一樣 覺得說當選之前 選舉的時候每天面對媒體 結果選舉完之後 開始躲在總統府裡面 跟人民越來越遠 我覺得這不是 人民想要看到的新的民意 再者我必須拉回來 還是要強調一下 民進黨執政一定要正視 就是你們現在是少數政府 這樣的一個事實 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40%的選票 但是有60%的民眾 其實是不希望 民進黨持續執政的 撒喀都的情況 沒有辦法讓政黨輪替 可是既然國會三黨不過半 我們就應該要正視說 接下來不管是 閣員的組閣 或者是說整個民進黨政府 重新的一個官員的洗牌 絕對是要以正式名義為一規 而美國再次重申所謂的台獨 我覺得這也不是 美國玩兩面手法 而是美國一貫強調 一中的一個原則 再者過去選舉這段期間 其實賴清德他也沒有強調台獨 賴清德過去是號稱台獨精尊 但是在選舉這段期間 他比任何人都怕 這個台獨的標籤貼在他身上 所以他吉利斯代表什麼 代表說民眾有四成 即便有四成的民意 是投給賴清德 當新任的中華民國總統 但是他也不認為說 你上任之後要推動台獨 相反的反而是賴清德 一直在撕他自己的台獨標籤 來確保說他能夠獲得 比較多的民意的支持 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的 總統大選剛落幕 但是美國的總統大選 才是如火如荼進行中 美國是今年11月5號 才要美國的總統大選 也因此我覺得 對於現在拜登總統來講 他要尋求連任 他當然也希望 不要在世界上再有發生 任何的動盪 或是任何的危險的關係 所以烏二 尾巴 這兩個戰場的部分 美國可能也需要 再趕快做一個停止 當然更不希望有第三個 而兩岸關係很多人 都把它形容就像是 美中角力的房間裡的大象 就是絕對不能視而不見 所以現在我想拉回來 既然我們有一個新的民意 我覺得現在民進黨政府 還是持續的擔任 我們中華民國的一個執政黨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學習 剛剛我們何志偉委員 為什麼 因為他剛剛講了兩次 都是講中華民國 並不是講中華民國台灣 所以換言之 我覺得任何人擔任到這個位置 其實都應該要不要惡意的 偷渡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 還是回歸 我們現在既然國家是中華民國 現在憲法是中華民國憲法 不要再出現中華民國是憲法 是災難 這樣子無稽的言論 好 蔡總統執政將近八年了 我們來細數一下 他到底丟了哪十國 2016年他剛剛上任 第一任期的時候 聖多梅 普林 西比跟我們斷交 2017年是巴拿馬 2018年是多明尼加 布吉納法索以及薩爾瓦多 2019年索羅門 吉里巴斯 2021年尼加拉瓜 2023年宏都拉斯 最新的是剛剛宣布跟我們斷交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懦路 光是唸就花了好幾秒 好幾十秒 那外交部說已經難以挽回了 對方心意已決 而外交部也對中國嚴厲譴責 說應該要放棄對抗 那吳釗燮的反應是什麼 我們的外交部部長在瓜地馬拉訪問 他得知大怒 很想起 他說中國大陸給大錢 但常常承諾沒有實現 所以他在不高興 在生氣氣 那中國當然講說這是一中原則 不過我們必須知道 這個國家2002年的時候 曾經因為中國 利誘與我斷交 沒有想到 斷交復交 現在又斷交 翻來覆去啊 那我們來看看外交部 剛剛已經宣布了 美國資深代表團14號放台 今天跟蔡總統見面了 來看看 上午9點半車隊進到總統府 2024大選才剛落幕 美國資深跨黨派訪團火速抵台 前天臺灣剛完成政府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 美方除了在大選後立即發表祝賀聲明 我要代表臺灣人民表達誠摯的歡迎 我們也希望在總統會面 和其他議員選舉 在後來 為了明天的強烈支持 在台灣的政治角色上進行 雖說先和總統會面 但這話也把來意表達得很清楚 這回一行人包含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哈德利 前副國務卿史坦伯格 AIT主席羅森伯格 他們關注的議題當然還是 我們期待在台灣和美國的關係 以新的政策 和共同努力保持平衡和平衡 這麼快就來訪 難道是對新任總統當選的賴清德 還存有疑慮嗎 看看過去2008年大選結束後 有過AIT主席來訪 並沒有前官員 更沒有兩天內就抵台的狀況 隨後美國訪團也轉到民進黨中央 和賴清德騷美琴會面 欽擾台灣 但台灣仍然能夠沉穩因應 在我和美琴副總統當選人的領導之下 會在蔡英文總統的基礎之上 持續的捍衛台海和平穩定 也希望美國能夠持續支持台灣 接下來也會逐一敗會在野黨 來 請教世宣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代表團來到台灣訪問 在非常非常閃電快速的時間 就抵達台灣 我們看到一些都是 比如說前官員 或者是像AIT的主席 來到台灣跟蔡英文總統會面 但我覺得可以注意一點是 他們又重申了一次 美國長久以來對台海 和平穩定的關切 這句話講給誰聽 我認為還講給賴清德 還有對岸聽 所以這個一定是要注意 接下來我覺得考驗賴清德 整個執政團隊的 會是說你要怎麼樣避免 成為一個無語的政府 或者是一個空洞的國家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七年 八年的蔡英文執政 其實給國人的感受就是 美國老大哥叫你做什麼 你就必須照單全收 接下來你們是不是有能力 去扭轉這樣的形象 我覺得是值得大家關注的 來 培君 我們剛剛談到諾魯 稍早之前的政勢跟中華民國斷交 其實按照過去民進黨政府 在面對斷交的時候 好像有一個模板 反正外交部就說 這個是這個中共打壓 那他們支持者就說 沒關係這種沒義氣 只死要錢幫交國不要也罷 大概都是這樣 但如果你務實一點來講 其實去年底這個 大概外交部就有說 這個很多幫交不穩的形象 的現象 所以我不會講說 這個是中共為了給賴清德的下馬尾 我覺得我比較是 外交部請盡全力 撐到大選的之後 然後才讓他宣布斷交 不過我覺得拜登的那一句話 其實有另外一個值得思考的角度 因為剛剛大家看到他其實是要去大衛營 要去登機之前 然後繞過去跟媒體訪問的這句話 所以當時他其實回答了很多 還有包括 我記得還有邊境撥款的問題 不只談到台灣 但是對台灣的選情 他只講了那一句 那這一句為什麼我說要特別去放大解讀 因為他不是透過白宮發言人 或者是文字新聞稿 代表是拜登 心裡對於兩岸問題 最直接的核心態度 就是反對台獨 所以固然他很快的派代表團來台灣 表示我覺得釋放中共這個訊息說 這個選舉結果我們背書 這個是我們的朋友 那另外一方面 他也要告訴中國大陸說 這個反對台獨這件事情沒有變 所以這兩件事情疊加在一起 我覺得是一拉一打的效果 好 我們進一上廣告